今日金包帶您來看到 就在今天臨前台北市北投區的大渡路三段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現場是一台男女雙載機車 和一輛特斯拉轎車發生了碰撞 這一狀導致這機車後座的無性女子 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送醫之後還是身告不治 那麼根據了解呢 這兩人都是今年剛考上同一間大學的新生 這一回是因為搶快闖紅燈 結果發生死亡車禍 至於歧視呢 傷勢嚴重 目前還在醫院插管救治當中 路口耗著紅燈 騎士等得不耐煩 先是超越了一半的停止線 停在斑馬線上 下一秒雙載的兩人 卻突然催油門往前衝 一輛特斯拉駕駛 開過馬路閃避不急 懶腰撞上 騎士和乘客當場喷飛倒地 巨大的撞擊力道 機車車頭扭曲變形 坐墊整個不見 白色的特斯拉也很慘 燈殼破碎車頭也凹了進去 這一撞撞碎了一個家庭 機車後座的19歲無性女大生 送醫後宣告不治 我們現在真的都很擔心 我們就是希望交給警方 事發在28號凌晨 台北市北投區 闖燈的騎士是18歲的女性男子 後座在的女性朋友 和他是同間大學的新生 搶快過馬路 朋友重傷不治 女性騎士昏迷指數8還在醫院插管 同樣是台北市另一期死亡車禍 發生在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5號下午5點多 一名54歲的男騎士 疑似因為沒有注意到前方路況 在變換車道時 連人帶車撞傷了前方 正在停等紅燈的轎車 這猛烈一撞騎士 胸腔出血當場死亡 無辜的駕駛 訓後也被一顧 是致死罪嫌送辦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